大家好,我是Matthew 早兩個星期我們就拍了一條影片 教大家如何組裝Note202這個ITX機箱 在這裡多謝大家支持 這兩個星期都有不少的觀眾 找我們PM和我們組裝Note202的ITX機箱 組裝到我們的同事哭X了 大家都很乖有聽書的 沒有買過那些難裝到傻的顯示卡和火候的 非常好非常好 另外呢,所有觀眾都非常聰明 在我的名單上自己再有一些改裝 全部人都是買AMD的 但有些人再換了36MHz的RAM 然後又有人換了原本的1T1R的Wi-Fi卡 還有人生意去買了ID Cooling的IS60 又有貓頭英的NH-L9A和L9I 你沒聽錯,全部人都是在用AMD 但竟然有人要買Intel扣具的NH-L9I這個散熱器 觀眾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為什麼 不過猜中沒有獎 呵呵呵 留意Cview散熱器那裡 如果用3300X、3500X或者3600的話 原廠的散熱器Rave Stealth 是可以放到這個散熱器裡面的 但經驗所得 3600如果用Rave Stealth散熱器燒機的時候 溫度就不算非常理想 但這個就不是這個ITX機箱的問題 而是本身3600用Rave Stealth 壓不住有直面的問題 我們之前砌ATX的機箱都遇過不少3600用原廠散熱器 直面上到90度的問題 除了換RAM、Wi-Fi和CPU散熱器之外 我意想不到的就是竟然有人買了兩把4CM的風扇 放在機箱的頂上 我們上星期是不是跟Samsung拍了一段影片 說3100超頻的 其實那時Samsung也有跟我自己提過 不如你買兩把4CM的風扇放在機頂上 我在網上也看過有人這樣做 聽完Samsung這樣說 我就馬上去了代理那裡 打算訂兩隻G-Lit的Sylon 4 4CM的風扇 打算用來放在機箱上做個試驗 誰知我一訂完第二天 有觀眾就訂了這兩把4CM的風扇 我又打算這些那麼冷門的東西應該沒有人買的 就剛巧被人買了 搞到我要刻意再去深水埗 讓我再拿一招 哭X Anyways 多謝大家的口愛 我們先進正題 上期就看到ITX的散熱是不是一定很差呢 但我們上一次只是輕輕大告了這個話題 就說留下這次才說 但是已經有些觀眾 已經很急不及待 在留言區那裡就問 嘩 C7到底能不能能夠 3700X的未看影片才留言 有另外一個觀眾就說 這個機箱就是垃圾 佔地又大 風度又差很熱 我也有這隻機箱 那我們現在當然就是立刻做個消息測試試它 好 我們剛剛就做完這個CPU溫度測試回來了 到底這個溫度表現是如何呢 我們用IDA64的FPU 再加FIRMARK 去同時雙銷這個CPU 和顯示卡 那CPU的溫度表現方面呢 就是可以維持到在3.9至4GB降頻的情況下 大約91度 而顯示卡就大約是79度 你說這個溫度表現算不算好突出呢 不算得上 但是以ITX來說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留意一下 這次我們其實是用了一個 純銅的C7G頂級的下吹式散熱器 要約600多元 其實這個價錢 是攀得上貓頭鷹的頂級7月款的U12A 但是都要91度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我覺得算不上 剛才也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是不是IDX就代表散熱不好呢 其實我覺得並不一定的 我覺得需要因應機箱的設計 做好風度對流 那到底這一部機 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第一樣我覺得是要因應不同的機箱設計 去考慮它的風度對流散熱的問題 那我們原本用這個C7G的GPU風扇 其實它也不算差 2400轉的規格算不錯 但是只有9cm的風扇 有沒有辦法做得更好呢 這次我們就特意訂製了一個 給Krawick C7用的12cm風扇專用的扣具 我們就會換了原本那個9cm的風扇 換上這個扣具 這個扣具你看到 其實明顯比起原本這個風扇 是大一個馬 你看到這裡 那我們這次到底會換什麼風扇呢 我就選了Corsair的ML120風扇 ML的意思就是Magnetic Levitation 它的意思就是一個磁元寿的續成 一個磁元寿的續成有什麼好呢 首先就是可以減低磨擦力 令到那個噪音表現好一點 而且都可以令到續成的壽名更加長 我在選這把風扇之前 其實都看過網上 國外不同的評測才去做決定的 雖然這把風扇只有2400轉 散熱效能上面就一定比不起 那些貓騰影3000轉的工業風扇 很強 但是因為它採用了前緣浮織的關係 那些2400轉的散熱和噪音表現 都比起剛才我所說的風扇要好的 既然你選擇一個ITX的機箱 我相信噪音都會是你其中一個部分的考慮 所以在這個位置我就選擇了犧牲少少效能 去換取一個更加靜音的表現 另外因為我們用了一個更大的風扇的關係 放下去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會頂到旁邊的RAM 所以為什麼我本身是選擇了Corsair LPX 一個矮身一點沒有RGB的RAM 就是為了到時我要外裝這個風扇的時候 不要頂到那些RAM 這個3D-PIN是在網上訂的 其實是有些很有心的網友 故意去設定給這個散熱 這裡我要賺一賺它 剛剛裝完上去才發現 原來它那個3D-PIN的孔不是對稱的 其實都剛剛好裝到的 但是你裝的方向就有限制了 因為剛才我裝的時候 試位的時候 就打算闊一點那邊 就拍RAM 上去 就剛剛好頂住 但是如果現在調轉 其實裝上去的時候 都不影響 你看到都可以裝到的 但是RGB RAM 就一定不行了 是啊 矮身RAM 剛剛好 RGB RAM 一定會頂 起碼頂一條RAM 不一定會頂兩條 你看到剛剛好 那裝這邊其實都比較好的 因為其實你叫做可以勉強吹到一些側邊的VRMP聲 對CPU 供電的模組散熱都會好些 裝了下去的效果就是這樣 你看到風扇明顯比這把鋸打得多 散熱效能自然都好些 那到底那個效能差多少呢 我們一會兒再試 至於顯示卡方面的散熱 我們這次特意選了雙槽的顯示卡 除了因為這個機箱是有長度和厚度的限制 裝不下一些2.5槽 甚至2.75槽的顯示卡之外 另外一個考量的因素 是因為我們之後想改裝 加裝這把心2CM的風扇在裡面 我們在網上也看到有些網友說 這個機箱的顯示卡散熱不算非常之好 因為這個顯示卡位只有入風 就並沒有出風 這裡的風這樣打進去之後 後面其實它是一個膠殼 是沒有散熱和通風位的 所以就導致熱風留在裡面 沒有辦法再排出 那個網友就很聰明地想了一個解決方法 到底是怎樣呢 就是加一個紙皮 封死了這個位置 令到這裡永遠都是入風 出風就是靠旁邊這個位置出來了 強制風一定要在同一個方向抽入 這樣風就不會積聚在機箱內部裡面 我們待會也會試一下 到底加了紙皮 將這個風道造成一個好像隧道的設計 確保風的流向一定是單一的方向 會不會又增加一個生效能 我覺得這個就叫做完成體 我們待會可以試風道的設計 對啦 風道的設計應該是 如果你窮 用風道的設計就會便宜一點 便宜過你加兩把 ML120 對吧 那麼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來看看CPU的溫度表現 由原本的3.9到4Gb 溫度大約是91到95度上下跳動 裝了12CM的風扇之後就變成了4到4.1Gb 而溫度都降低到88至91度 在燒機的時候會看到 AIDA64CPU的溫度不停跳上跳下 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AMD Ryzen的PBO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會自動根據你的CPU的溫度 去調整CPU的運作速度的頻率 所以你看到溫度沒有大幅下降 都是屬於正常的 我們一開始都覺得奇怪 為何CPU的溫度沒怎麼下跌呢 我們還以為是加了風扇之後 將顯示卡的熱風推上CPU的位置 所以就特意加了發泡膠 去封死出風位 令到Display Card的Compartment 是完全密封的 誰知原來都是沒關係的 最後我們加了兩把在片頭提過的 Delete Silent 4 4CM 4200轉的風扇 在Reddit看到有人加了4CM的風扇之後 CPU的溫度可以下降到5度 但是原來在我們這個情況下 是完全不適用的 首先是C7的安裝扣具的問題 原本C7是一個正方形的散氣 你可以這樣扭90度裝就可以 就可以控制風向 到底你想水平出風 還是水平出風都可以 但因為AMD的扣具是長方形的 所以變成CPU的散氣就一定要這樣裝 風向一定是水平出風 那風扇是比散熱器大 在這個情況下 上面這個位置會凸出來一點 那把4CM的風扇 帶進來的風 就直接給那把12CM的大風扇 就帶走了 帶不到先鋒給CPU散氣 這裡有點可惜 另外提一提 這把4CM的風扇是4200轉的版本 會有一點點吵 所以還是建議你 加多一點錢買PWM的版本 就會剩很多了 但老實說 說這個散熱的表現 還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間 我們這次選擇C7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它有一個3D printing的 可以裝12CM的風扇 以及在大部分情況下 它都不會頂任何的RAM和散熱片 如果大家要參考的時候 就方便一點 不會到時砌出來才發現 有一個兼容性的問題 拍片主要我們都是想求穩 不要出那麼多差錯 要不然真的拍到下世紀都拍完了 我猜ID Cooling的IS-60 連刀的大手裡劍 以及利文的AXP-100 都會比C7的方案要好一點 但有機會頂底板 就好像兩年多前 剛才拍過Z370i 配這個利文的AXP-100 就會頂到那個LOS散熱片 以及Wi-Fi卡的 哭出來 所以說穩陣 應該就是我們這個C7配12CM風扇 方法是最穩陣的 大部分人都可以裝得到 講完CPU散熱表現的方面 我們就講一下顯示卡那邊 因為加了兩把ML120風扇 去加強散熱 顯示卡的溫度 在同頻率的情況下 就由原本的79度 大幅下降到63度 表現相當令人滿意 我們剛才提過 有人在網上加膠袋 以及加紙皮 去做一個風度給顯示卡 都可以同樣增強散熱效果 在這個零成本的情況下 它都可以令到顯示卡的溫度降低大約10度 當然就不夠我們加風扇 但我都覺得是一個相當理想的成績 但我是比較懶的 加兩把風扇就可以降到15度的溫度 給我一定是加風扇的 留意我講這麼久 其實我都只是講了一些硬件上面 怎樣去配合這個機箱 不一定是這個機箱的 如果你是用其他機箱 你都可以上網找回 別人是怎樣用一些風扇 或者散熱去配這個機箱是最好的 我自己最喜歡看的就是 外國Reddit的SFFPC 那個Subreddit 因為裡面全部人都是玩一些小機箱的 很多很技術性的分享 至於軟件上的分享 我們剛才都沒有提到的 我主要就會覺得是 Undervolt的CPU 以及Display Card 另外就是提升這個CPU 以及儀式卡風扇的轉速 這裡其實很簡單 可能用MSI Afterburner 或者用BIOS就可以調教到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SFFPC的經驗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加入我們的Facebook討論區 我是飛馬跌道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最後最後 我們留意到最近 Corsair的SF750 有個災情在台灣那邊 某一個批次的火牛 進行回收 我們查一下 我們最近出貨的批次 都不是1950號批次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但如果你是之前買下的 建議你們都查一下 自己的火牛的CORNUMBER 看看是不是那個批次 如果是的話 可以聯絡香港代理 問問他們有沒有得更換 目前呢 暫時香港就未提供這個 回收的服務 但是 如果你有問題 有壞的 我相信他們都一定會換給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不用太過擔心